大家好,今天和大家聊一个话题,前几天我有一个朋友,然后他过来这边找我喝酒,然后我们聊了很多,然后我这个朋友的话,她是一个38岁的大龄单身圣女,然后她就问我说,周,你给我点意见啊,你觉得对于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干什么?是赚钱还是别的啥? 当然我觉得她有一点明知故问了啊,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38岁的大龄单身圣女的话,肯定最重要的是赶快找一个对象,生孩子,把这个人生大事给完成了啊,很多人他听到这里的时候一定会想反驳我啊,为什么一定要找呢? 因为首先,如果说她已经生过一个孩子了啊,那就可以不用这么去着急啊,但是关键是她现在没有结过婚,然后也没有孩子,然后对于一个38岁的女人啊,其实就是在生育这一块已经属于是高风险了已经,因为对于初次怀孕的话的女性啊,是35岁以内相对好一点,38岁的话有一些风险了已经, 然后我的意见就是你想办法怎么样你弄一个孩子出来,你不要管老公怎么样啊,很多女孩子他就纠结啊,万里我找了一个不好的老公怎么办,怎么怎么样的啊,她会有很多担心和顾虑 其实很多你想得开了啊,这个东西都不是问题,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孩子的话,你到了40岁以后啊,你再想找对象,结婚生孩子的概率已经非常渺茫了啊,40岁以后的女人,所以你的时间其实卡得很死的,也就还剩两三年的时间,因为我认识一个姐姐,然后这个姐姐的话现在五十几岁了啊,然后她的父母刚走,然后她又没有孩子, 她以前也是年轻的时候啊,挺挑剔的,就觉得这个不合适啊,那个不合适的,就一直没有找成,然后到了现在的话,她说这个世界上一个亲人都没有了,我听着是挺忙的难受的,然后她也忙于事业啊,就像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年轻的女孩子一样,忙脑子就是搞钱搞钱搞钱,就想搞钱,但是搞钱这个东西,其实她没有你人生大肆重要啊,我觉得生孩子才是 一个人生很重要的事情,不然你到了五十多岁的时候,你看见别人带着小孩啊,怎么样的,非常非常羡慕的那个,因为你鼓鼓伶仃的,你每天早上 她增开眼睛的时候,发现身边没有人的时候啊,那种感受你知道的,然后到了五十岁以后,你想找老伴啊什么的,其实很多很难适合的,你五十岁以后啊,能够让你挑的这个男人已经很少了,如果说到了五十岁以后,还能让你挑的这个男人,其实也不一定,你入得了眼,或者说你们能在一起的, 因为,好的男人,优质的男人啊,其实在他三十四十,这个阶段已经被挑的差不多了啊,如果说三十四十还没被挑的很多男人啊,他可以选择啥,如果我实在我在中国,我找不到了啊,我可以去东南亚国家去找 哎,我可以去中亚,可以去俄罗斯,可以去乌克兰去找啊,首先去这些国家找,其实,第一啊,年轻漂亮,哎,我们不说,然后其实,只要你有方法啊,还是很容易找的,语言那些都不是问题,你也不用去担心,然后你找了以后啊,你还可以做自媒体,还可以拍视频,还可以赚钱啊,这个是双赢的,双赢的局面啊,然后对于男人来说,即使到了五十岁六十岁啊,都是还是具备这个生育能力, 然后也有相关依据啊,七十岁以上,哎,也是身体特别好的,也还可以啊,但是对于女人来说就不行了,对于女人来说的话,可能你上了六十岁以后啊,你连性生活啊,都不一定能再有了啊,像生育的话,真的就是你在,在四十岁以前啊,你必须把这件人生大肆给完成了,不让你后面的话,你会很后悔的,时间又倒退不了啊,很多生育的, 事情他改变不了,是不可逆的,哎,你知道吗,这个,所以很重要,非常非常的重要,这个人啊,他一旦进入了五十岁以后啊,也算是到了这个人生,末班车的分水岭啊,哎,其实你,年轻时候,陪你一起玩,陪你一起疯的那些朋友啊, 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不一定能陪你了,哎,很多到了中老年啊,五十岁以后的人啊,他会觉得身边的亲人是最重要的,但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个感觉,包括我现在,我三十七啊, 其实我对这个亲人的这个概念还不是特别重,可能我们现在这个年轻,二十多,三十多啊,四十多,这个阶段,呃,肯定是身体还健全啊,想去看世界,呃,想搞钱,呃,想,想怎么样怎么样了啊,想法特别多,但是你年纪大了的话,真的, 人还是会注重这个感情,情感,呃,情感生活,呃,一切都归,终归平淡,所以说我现在为什么我到处玩,我去不同的国家游历,去看世界,因为我觉得我现在,我身体还允许我去这样去做啊,但是如果我年纪再大一点,很多人考虑,哎呀,等我退休,等我老了,我去周游世界,不可能的,我告诉你啊,等你六十岁以后啊,你才出门,你就想回家了已经,因为我认识的人很多啊,真的, 你不一定想出去玩了,呃,从你这个城市去别,去别的一百公里的城市,你待两天你都待不住,你就想回家了,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的,呃,吃,做一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,对吧,躺在自己喜欢躺在沙发上,呃,看一点自己喜欢看的东西啊,之类的,那已经没有太多的想法,所以,我觉得就是你趁着年轻该玩就玩,你到了一定年纪啊,你该找对象,该结婚,该生孩子啊,这个人生大字,一定要去把它完成掉, 不要有任何的焦虑,不要去担心明天会发生什么啊,虽然很多朋友,你会有很多担心,会担心啊,要了孩子以后啊,要花钱,呃,开销大,焦虑以后,给孩子这样那样,什么的花钱,我的身后质量保证不了啊,然后等我有,有钱以后啊,在,在弄,就是他不耽误的,你边有孩子的以后啊,边挣钱,都是可以实现的, 只是看你的方法而已,哎,你不一定非得去上班,你可以学点别的啊,一边带着孩子,一边做,一边有收入的事情,你孩子的话,你熬一下,咬咬牙,哎,长到一个五六岁,慢慢的他也就独立起来了,哎,你也就不用那么操心,哎,苦是苦一阵,哎,但是你,以后,年纪大了以后啊,你有一个孩子,你是有一个精神寄托的,哎,不然你年纪大了, 你没有孩子真的,你连精神,精神寄托都没有的,这个是实话啊,当然,说到这里的话,肯定还会有人想反驳我啊,那我找一个小鲜肉不行了吗,找一个年轻的,找一个二十几岁的,哎,小鲜肉行不行,哎,行,但是这个东西,你要是想和他结婚,谈,谈结婚啊,他不可能的,顶多只能说陪你玩一下啊,因为,说说我也有年轻的时候,我也有二十几岁的时候,我二十几岁的时候,你让我谈一个三十几岁的 女人,四十几岁的女人,其实,我,还,还是,觉得挺神秘的,想尝试一下啊,但是说你让我和这样的女人,长久的话,一般来说是,不太现实,而且还要看付出啊,还要看你,就是我觉得我年轻,我二十几岁啊,你比我大这么多,你肯定是,要图我的啥,对吧,要图我的身体,还是图我的啥,你肯定要付出,对吧,大家都会,有这样的, 一个想法,包括你现在,我们年纪大的这个男人啊,去找年轻的女孩子,年轻的女孩子也会有类似的想法,这个是很正常的,然后再和大家说一下啊,就是,呃,现在的日本,他现在很多这个孤寡老年人啊,然后还有其他很多国家,都是很多的,一些到了七八十岁以后,然后还健在的啊,因为有的,有时候有的人想,哎呀,我顶多活到一个六十岁,我就走了,你不是你想, 想走就能走了,有的东西啊,不是说你到六十岁,你想走就能走的,老天,老天爷,有的时候他安排的,你没法接受不了的,他就让你活到八十九十啊,而且还让你走不掉,然后你到八九十岁,你的记忆力啊,身体技能什么都不行了,但你就走不掉,世界上就只有你一个人,你还要照顾好你自己,你怎么照顾,对吧,如果说你无儿无女的话,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预判啊,现在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现象,八九十岁的孤寡老人,有的连第一宝都没有啊,怎么办,去捡垃圾吃,或者说去隔壁啊,哪个好心人啊,施舍一顿饭啊,或者是去哪个餐厅去要点东西吃啊,你只能这样过日子,你没钱没办法,有的就死在出租房里,或者死在家里都不知道啊, 就是死在这个出租房里的好一点,就比如说你房租,好长时间没交了啊,那个房东来敲门的时候,然后闻到这个味道,臭味啊,才把你发现,如果说死在自己的家里,真的就,那个真的就不好说了,所以真的,我觉得很多给你们这些就是大龄圣女啊,就是三十五以上啊,有的已经到四十多了,到四十多的话,想要孩子的话有一点难啊,但是可以考虑啊, 考虑一下看看什么试广啊,什么代孕啊,之类的,但是那些价格很昂贵啊,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,反正那些动不动都是好几十起步的啊,你有那个经济条件的话,确实也可以考虑啊,只是说你在你自己的身体还能创造的时候啊,我觉得真的抓紧时间去弄一个啊,千万别耽误啊。